看另外一半有理說不清 這時候你心裡想做 跟實際上做的是什麼 離婚 但是我心裡愛的就是這樣的他 你真的反差太大了 講出來嘛 我承認 離婚到我就是愛這樣的他 我個人很在意筷子 這件事情難不難得好 然後我老公拿筷子 是都會這樣子 夾菜還會一隻手指別人這樣 就是來看 對 然後筷子裡面都這樣交叉的 我只想要學他怎麼拿 我都覺得手要抽 結果還拿不出來 那我面對他這樣子 吃飯的樣子的時候 我其實是自己吃不下的 我就覺得說 你可不可以試著把筷子拿好 我大概講了很多年 一直講到我們結婚後 前幾個後大概有八年的時間 有一天他在百貨公司 那個美食街裡面 他整個生氣到 他摔快 然後說 怎麼樣 我這樣吃了四十年 我也沒有餓死 而且在百貨公司的美食街 當場旁邊是我那種情侶 夫妻 大家在看我們兩個這邊這樣子 嚇到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你 你知道他不給我面子嗎 好歹 我倒下去就是有那種 小小的衝擊到 我覺得很委屈 很委屈之後 回去我就在臉書上面寫 我說本來就是應該要這樣子 吃飯就是應該要吃相 別的朋友我是不在乎 但是你是我老公 你就是應該要做好啊 你還想討拍就對了 一定要的 沒想到大家就開始留言 他就說沒關係嘛 吃飯看不順你 你就不要一起吃啊 或者是你們就是一個人 在客廳吃一個人在餐桌吃啊 又說 對啊 他說的也沒錯 其實他吃了四十年 也沒有餓死 所以妳的朋友都幫他講話耶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後來我就回去思考思考了之後 我就覺得 不知道有一天怎麼樣 我就很冷靜地 跟我先生坐在客廳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後來想一想 當初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對啊 八年了 我為什麼要強迫去改變你呢 然後改變他 他就會心情不好 他就會爆炸 對 我說算了 你以後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 我說這樣子 我還是會很愛你的 然後他就開始 那一天之後他就很害怕 他就覺得說 怎麼會突然說會講這句話 你是不愛我了嗎 你是覺得我不重要了嗎 怎麼會我做什麼你都OK呢 所以從此之後 他只要需要做任何改變 我都不用講 他會自己去改變 所以我感情才會變好 他以為你要放棄他了 對 就是以退為盡就對了 對 高招 我覺得老公真的很多時候 滿奇怪的 因為像之前就是有一次 我們遠房親戚來我們家住 那我們親戚人來就算了 還帶了一隻 那因為我兒子 他是本身有過敏的問題 然後所以就是 而且我們還有特別去驗血檢查 然後過敏源 兩大過敏源是什麼 所以我看到那個長毛狗越來 我當然覺得很緊張 想說 因為我們家就沒有狗 怎麼現在突然要來一隻狗 然後我就去跟那個親戚溝通 我就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就是那狗沒有關係 在家隨便走 當然自己家啦 但是唯一有一個小小要求就是 這個還OK 對啊 因為房間就我兒子要睡覺 或是他長時間在裡面玩玩具什麼 我就不想要狗進到房間 我覺得這聽起來很合理嘛 然後我那個臉色又很和善 然後講話語氣也很溫婉 我覺得沒有問題啊 然後結果我人一離開 那親戚馬上打給我老公 然後那電話一接起來就說 你老婆在嘰嘰歪歪什麼 他說他看不順眼我的狗 就直說扯什麼小孩過敏 然後因為他雖然是打手機 但是因為你知道長輩講話比較大聲 就彷彿闊音一樣 就我什麼都聽到了 那我聽到當然覺得一陣火上來 而且我火的是什麼 我老公從頭到尾他就這樣 就很心平氣和的 為什麼我老公竟然半句話 都沒有幫我說耶 我就覺得 因為他心裡的 我也是說 他這句話也不是今天而已啊 現在才知道嗎 對 中肯 太中肯 不是 不是啦...不好意思 我那時候真的是悲從中來耶 因為我覺得說你今天跟我是在 同一條船上怎麼會犯句話 都沒有跟我講 而且重點這件事 我沒有錯啊 對不對 對 這件事我覺得很合理嘛 那我那時候就你知道覺得 就是你知道悲從中來覺得 天啊何處於男人 那不如我就出去投客森就好了 那你也會先離樂婚 再去找男人嗎 為什麼要先跳過離婚這部呢 所以當下真的那個憤怒 你真的難以解解 對 真的 然後我就在那邊在包袱款款的時候 我老公這時候才講的電話 就飄過來 他說 你要生氣啦 我想說怎麼會不生氣 他說我跟你講 長輩沒有意思要罵你 他是真性情 雞雞歪歪不是罵人的話 我想說 我在說什麼東西 你家春年就貼雞雞歪歪 就是 蘿莉芭蕉 還是生理現象 我就覺得很誇張 他已經可以就是神扯到這種地步 然後他就繼續開導我 他就說 人就是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天下太平 你知道嗎 你現在如果就這樣走的話 是不是會被親戚看笑話 好像你很沒度量 然後沒大沒小的心情 那因為我老公是老年人嘛 我就覺得長輩的話 要聽 就他們是有智慧 就是圓滑的那種 處事態度要把它學起來 然後我就自己聽一聽 想一想一想說 好啦... 對啊 因為還有什麼家室美術 我就可以擦 好怪喔 不過是對的 就是如果真的走的話 那個親戚的後話會更可怕 對 但我們接下來要聊的就是 有一些黑化的程度 另外一半已經黑成這樣 實在是有理說不清 那我們第一種黑化 是什麼樣的膚氣狀況呢 就是 天兵型 你的另外一半 想法超級奇怪 每一次都有神邏輯 你實在是有理說不清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呢 就像我老婆 就是因為我們要 家裡都是我在開車 所以我們就有時候 會去一些不熟的地方玩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開車 盡量還是不要用手機 我就請老婆幫我導航 然後導航開一開 她就 等一下又右轉 我說哪裡 就說 會怪怪怪 對怪怪怪的 就是 我平常自己開車的時候 覺得帥帥的 很好 我老婆一幫我導航 我就變成馬路三寶 就是 就是一直被她按喇叭 就一直道歉 她覺得她自己看的路 比較準 她說 這邊有小路可以走 然後就 這邊這邊轉 然後結果又不對 就每次都一直這樣 就是 很奇怪的邏輯 她就覺得她自己 想法是對的 但是她不相信導航 對 可是你們要我們怎麼做 就是說 我說這個太早講 又不行 然後馬上講 你們有反應不好 所以開車 你不是說 就前面右轉 可是我們男生就會想說 前面到底多前面 是一百公尺 你們要講得很清楚就對了 我們就會很慌這樣子 對啊 女生沒辦法理解 男生的神邏輯 有一件事情 我跟她認識十多年來 我始終不能夠理解 也沒有辦法改變她 就是她吃完了便當 或是說她有時候去外面 買那種什麼餐盒 或怎麼樣 我們會有塑膠盒嗎 是 或是說我夏天會泡冰茶 喝完了 那個冰茶 只加茶壺還有茶包 就在冰箱裡 便當盒吃完了 也就在冰箱裡 然後今天如果去買了什麼東西 外面會有塑膠袋 它會在冷凍庫裡面 這個是在我冷凍庫裡面的 塑膠袋 太棒了 然後這個是我們所有零食 吃完之後的夾鏈袋 為什麼 這是喝完的水壺 為什麼 是不是 夾麵袋我可以理解 對啊 可是這吃完了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去大賣場 買來很多的肉你知道 它當時分的時候 可是它這個已經汙染過的 洗一洗就好了 這環保嘛 它沒有血 它感覺像沒有血 我們會這樣子 我會裝廚餘 然後我會把它冰在冷凍庫之後 你出去就結塊 然後我們再拿去 丟的時候它就是怎麼倒出來 帶著另外丟就好了 但是 是喝完茶的水壺 你為什麼不行家 還是它想說可以再開 不要沖回泡 對 它以為那個冰箱 會自動加水 沒有... 你沒做到 對 智能冰箱 然後它也知道說 那個茶包大概已經泡完 這一壺就夠了 然後它就說 後來前幾天我逼問它 我說你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它就說好... 我就說懶啊 怎麼樣 對啊 OK 好 這件事情 解釋過去了對不對 我們再來講另外一件事情 我家是二家衣房 那個衣房就是小孩房 所以很小 但是我每一個房間都有衣櫃 那原則上 我們自己每天要穿 要換洗的衣服 都是在主臥室的衣櫃 沒有錯 可是 我家的 每一個房間的每一個衣櫃 都有我老公的衣服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衣服 都不能夠集中在一起 因為在主臥室的衣� 它也沒有放滿啊 對 你還有很多空間 可以去疊啊 他就說你不知道 我跟你講 這個櫃子這邊是放 乾洗好的襯衫 然後這一邊放的是 我折好的毛衣 然後小孩房間那邊放的衣服 是我每一天 因為他是室內設計師 所以他會去工地 他那褲子可能今天穿完之後 他擋一擋灰塵之後 他還要再穿 他說我就會放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給我 隨便亂放的話 集中在一個地方 第一個衣服會髒 第二個我會找不到 他在哪裡 所以我永遠沒有辦法理解 他放衣服 我的邏輯 到現在我每一個房間 每一個衣櫃 每一扇門打開 都有他的衣櫃 剛剛逸琳兩個故事聽起來 我覺得很難相處的是他 對啊 你也好可憐 一跑拍都沒有用 大家都在你老公這邊 load up 他的衣櫃 Vert散 怎麼 發力 兩 犬 人 歌 寶